飞机落地地行人员忙补给维修 没想到有清洁人员不是上班时间 竟然混到机舱里头搞破坏 被破坏的是华航的A330客机 上个月19号飞机停在维修厂保养 一名检性清洁员明明不是上班时间 却连续两次混到客舱里头一次剪断东西 隔天寄工发现接地线被人剪断破坏 向警方报案 才查出检性清洁员设有重嫌 检的人你有见过吗 没有 因为他们是内部罪 他们滑下清洁人员很多种 清洁公司同样隶属于华航集团 自家员工搞破坏 华航对外回应 这起案件是因为修护人员落实检查才发现 案发之后也立刻修复 确认飞机安全无余 会再加强场区安全 倒是前机师对这种状况忧心忡忡 像是心理心态上一些受到一些刺激 或者就是对一些现实有些不满的情况下 它会不会就是造成一些心理上不平衡 这地线被检 轻则引发电子仪器故障 严重可能引发非案意外 但检性男子实口否认犯案 辩称是要拿回忘记的物品 还是被警方含送法办 一旦证实涉案破坏民航机 最终可判处十年以下徒刑 三地新闻张玉杰 蓝音质桃源报道